剛才那個祈禱是很清楚感受到聖靈的臨在 因為它有一股很大的力量 其實以往祈禱都是這樣的 都會搖搖下這樣 搖搖下 搖搖下這樣 裡面的感受就是有一種的感受是屈住在這裡 屈住在喉嚨 又在這裡 其實是想哭出來 因為你是想到某人用一些說話去毀綁你 不是一個事實就說你是這樣 其實我又好像不是很重要的這件事放在這裡 但是我又覺得需要處理 否則那個感受的積作在這裡又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感覺聖靈是明白我這一種的憂傷 就是它明白我是憂傷 那個很不開心的感受在這裡 其實是想哭出來 如果再遲踩 應該是可以流露 多這些同神的交通 剛才是同神的聖靈的交通 我說你都明白那個人怎樣對我 我又不想花那麼多時間去處理這些事情 因為我覺得好像還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我又不想這樣 這樣就有這種屈住在這裡 屈住在這裡 這樣就很想去哭出來的 那一刻是人 但是你哭不出來屈住在這裡 所以都是感受到聖靈的那個是在明白你 在明白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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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再久一點我想它是會 我以前也有做過這些物想 但是我知道會繼續祈禱下去會有不同的 更加不同的 是